接下来的话,你就可以针对这个资料去说一些故事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第一个年度的讯息,那哪一区哪一区 不过其实如果你用报表好像似乎没有用图表来的更加 平易近人 你会发现如果把这个 这个表做出来之后的话 要再把它变成图之后,其实会更 能更简单说故事,像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做出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图好了 那这个图部分的话显示出来 就是会有那个高低之分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直条图,因为图里面最简单就是做那个直条图 那这个直条图的话要怎么做 那做完之后我希望有这些标准 所以待会 请各位根据底下总共有7点 好,不过好像大家已经习惯那个 那个什么TQC证照那个题目 所以同学会说,老师有没有那个 要求的那个题目步骤 如果有,所以我就想一下,对好吧,那就打一个叙述好了 这样的话你也比较习惯,那其实如果你去考证照,它也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给你一个要求 请你把它要的做出来就OK了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这个题目带完之后,后面有那个证照考题 它一样会有那什么什么什么,像PowerPoint一样 只是PowerPoint会比较简单,那Excel的话难度又会比较高 不过没有办法,Excel其实这个也是必要 你一定要学的,你没办法跳过它 当然未来是不是,像人文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用一些量化数据 我觉得倒也可以思考一下 为什么说那个人文研究里面 为什么数据这么少,难道都不能 用那个数字说话吗 其实也可以啊,只是说要把它融入进来倒,没有那么容易 要花蛮多的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那个 到底是那个唐诗诵词圆曲哪个地方对于乡愁去述的最多 乡愁 比如说那个主要它里面都在讲那个 乡愁那部分的话 哪一个比较多 那你要去 对不对 那你当然要抓那个 一个 那个 哪个地方 每个都要把它去统计一下 或者是哪一些,它的风格哪一部分为主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有那种 类型 你可以有一些数字 并且有个表出现的话 那就一目了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唐诗里面 可能比较偏重在 那个什么 某部分的那个 像 它可能 这比较正向光明它比较多 反正圆曲比较负向 负能量比较 说不实在 刚才你要有量的数字出现 那如果我们要做出一个像这样的图的话 该怎么做 那里下有这些 所以第1个如果我们刚刚已经做完这个表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 表做成一个图的话 那首先第1个你可能要找到一个功能 就是把这个 表做成图的 这个按钮 那分析特别注意 在 枢纽分析工具里面 它有个第1个按钮 叫分析面板 分析面板里面的话 请你找到枢纽分析图 这个枢纽分析图的话 把它按下去 游标只要放里面之后按苏纽分析图 它就跳出一个图出来 请问一下 你要我帮你画出什么样的图 那当然里面的话第1个就是 枝条图 不过未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枝条图不OK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其他的图 像那个百分比 它这个可以呈现的就是说 里面的资料 它还可以用百分比 直接就 不用画那么多 长条 直接画一条里面就是占一个比例 它有点像把那个枝条图跟圆柄图 圆形图 圆形图就是百分之多少 占比多少 两个把它二合为一 所以这个感觉 这些都可以应用 其他都还有什么折线图 等等的 高高低低的 有没有 你可以更 可以看得出 时间的趋势 那不同的图有不同的那种 那个使用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说使用的 这个形态 那比如说其中我们用最简单的好了 我们先用那个枝条图好了 最基本的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马上给你一个图 不过呢 这个图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好像 他很率性的就直接把这个图 丢在这里 然后把你的表也盖住了 所以通常呢 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 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把这个图怎么样 另外再丢到一个 工作表里面 不然的话盖住 要不然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图怎么样 移到旁边 有没有这样子 这样才比较OK 但是好像放旁边 又好像 会太小 所以我如果希望呢 可以帮我独立出一个 工作表 帮我放到另外工作表 所以 接下来 请特别注意 切到那个前面的这个功能里面 有一个叫做 移动 图表的功能 OK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要把这个图 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 独立的工作表的话 你不需要说新增工作表把它贴过就不用 你就按下什么 分析里面的 移动图表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要我帮你移到哪里 这个 图 那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也许 这个名称的话 我叫 枢纽分析图 好了 前面叫枢纽分析表 这个叫枢纽分析图 OK按确定 那他会怎么样呢 帮你丢到这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并且帮你把它整个弄到最大 OK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 这个跟我要做完成的里面还有哪些差别 各位可以切到 云端上面这个 你会发现总共有几个不同点 第1个 我上面这边有标题 叫通讯产品报表 第2个的话呢 这个图例 这个叫图例 我要放在 左边 第3个的话呢 那个隔线 隔线你会发现 原来好像隔线只有什么隔线呢 切过来看一下 只有横向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隔线不要这么少 隔线要很多 有水平的有垂直怎么做 另外底下好像有一个 背景有没有你会发现背景他这个没有 我希望 来一个什么呢 建成的效果 而且上面有那个黎明 好像太阳出现的那种感觉 这个有意境的 就是说呢 希望公司的那个业绩 长红 像那个 黎明一样 能够 从早上 亮到 晚 傍晚还不会 有停下来 那感觉 这只是一个说法 那怎么样做这个效果出现 另外的话还有一点 你会发现 在 每个 长条的外面 这个是有数字的 但是呢 我们在 刚刚做这个 这上面没有 不过没有的缺点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去比对一下 其他还有什么 字太小 你会发现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来这个长条图 能够符合我这边上面看到的要求 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其他还有这个字太小 我现在把它放大一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先试试看 把刚刚的那个枢纽分析表 试着做出那个枢纽分析图 那那个图里面呢 有 总共会有七个要求 请各位把这个七个要求 分别把它做出来 其实就是从什么 从一个 这个 无序的资料 当然以后你来的资料可能就是 没有名称 没有区域 你就要把它变出来 反正就是先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能用的资料先变出来 变出来之后再用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呢 再 才来就是做枢纽分析图 那图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有这么多花样 那最简单 我们先用其中一个啦 当然底下有这么多 你们也可以 找一些相关那个 每一种图 能够怎么去做 相关书籍会讲应该有啦 不过理论上 你也不用那么复杂啦 大方工作里面用到 直条图 圆形图 折线图 大概就很够用了 顶多就是什么 横向图啦 或者区域图 等等的 那我们假设我今天呢 用了一个 所谓的那个 这个 这个 枢纽分析图 假设做这个 那但是做完之后 还有很多地方 不足的 怎么 怎么办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刚好同学那个 如果你的这个 结果跟我完全不一样的话 因为主要 刚好看一下 同学是 本来我是用 台数嘛 有没有 单位台 结果呢 他用到消 假设啦 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其实就这样 有没有拉上去 假设这样 一看就知道 不差太多了 对不对 怎么办 拖拉上去 就是去掉 然后呢 拖拉下来 又变更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 这个很方便 横纽分析表 习惯就是拖来拖去 反正你要放 甚至以后呢 你想说 我可不可以颠倒一下 可以啊 区域可不可以跟那个名称颠倒 可以啊 这样分析结果完全就不一样了 有没有 那也就是列的部分为主的话 那我们主要是分析区域 你就可以把区域放在列 那 那个 什么呢 名称为辅的话 不过这个名称可能要再 变更一下 把它拉回来 然后把这个拉过去 那这个就年度 把它再拉上去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筛选 筛选什么意思呢 你也可以把年度放在筛选 这个筛选意思是说你点它的话 它才会出现 如果我只要显示101年的 它就出现1010 102年的 这个要筛选 OK 所以这边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哦 那待会也许我们做一个之后 等一下请各位就是会给各位那个 练习一下其他的那个 也许再做其他的 那个图出来 那我们先做这一个 那图部分的话呢 我希望做出来 跟那个我云端上面看到的这个要求 一样 类似有 长这样的 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1个移动 移动应该没问题 那我就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叫枢纽分析图 第2的话我希望做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上方 增加一个标题 叫 通讯产品报表 那可是问题我要放哪里呢 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要自中 自24 微软中 正黑体 中黑体 OK 并且加粗体 那怎么做 第1个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目前是没有标题 那怎么加 记得在哪里呢 在分析吗 没有 在设计 设计里面的话怎么加标题 移动到前方 有没有 新增图表项目 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 标题 有没有标题 有 不过它有分两个 一个叫做标轴的标题 所谓的做标轴 指的就是 这个xy 那如果 水平就是在水平下方 垂直就是水平的这边 好像不是 我们要的是在这里 所以那个不是在 不是叫做标轴 叫图表标题 图表标题又分成 三种 它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上方 上方指的是在那个什么 图的上面 另外一个是重叠 哪一个才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发现 它应该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重叠 上面的话是 它变成说 它 不会 在那个 跟那个图在一起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把它 先改成 图 字中 OK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今天要字放大的话 你可以切到常用 把字改成24 直接点它一下 OK这样就好了 记得是点这个框框的状态 再来就是 把那个字改成 叫微软的 好像中黑体吧 或者叫正黑体 你就把那个字形稍微变动一下 在这里 正黑体 OK 那再来的话呢 字也许把它再改成红色 里面放什么呢 就是 把那个字打 像 通讯产品 产品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OK 好就完成 就是在 标题是在什么 在这个 图的上 就是重叠的位置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 图例 在 左方 显示 所谓的图例是这个 那这个东西我看一下 它在 右方 怎么移动它 你会发现 它这边 有几个方法 这样可不可以移动 好像没办法这样移动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 请记得 图例要把它搬到左边的话 它的方式 跟刚刚一样 设计里面 一样找到那个新增图表项目 其中有没有一个图例呢 有没有看到 图例 它预设在右边 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在左边就好了 所以其实非常简单 就在这里 功能找到的话 我就怕说你功能找不到 这个还蛮熟悉的 因为这个还蛮常用到 好那我们就把它 放到左边好了 左边 点一下OK 这样就出现 这个图例要做什么 其实有个功能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 我要显示的 只有北区 跟中区好了 那你可以把南区跟东区 勾点掉 按确定 这个图会改变 马上改变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以针对什么 里面的那些项目呢 再做一个 进阶分析 OK把它放左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做 资料标签 改为终点 所谓的资料标签 就是这个长条的外侧 我希望会有数字 显示 如果没有数字的话 我变成说 我还要切回去看那个 那个表格里面的 资料 切过来看 我还要自己去看这个资料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直接帮我把这个 上面的数字 放到这个长条的外面 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呢 我要看不方便嘛 怎么做最简单的 特别是要一样 设计里面 找到那个 新增图表项目 这个部分的话呢 叫资料标签 找到一个叫资料标 有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其实你可以拆了吗 预设是没有 那如果你把它放置中 他就放这边 内侧的话就是这边 有没有他底下 底侧 所以终点外侧 有没有看到就这个 所以我就把这个终点外侧点选 直接把那个资料标签 改成终点外侧 看一下 马上数字就出现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 很重要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感觉就很不方便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有这个数字上去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做什么 隔线显示 就是水平隔线要主要跟次要 那垂直的是主要就好了 这怎么做呢 一样 新增图表的项目 其中的话呢 应该会有个所谓的什么隔线 那隔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显示什么 显示 像预设是有 那个水平的 垂直要不要垂直要 点一下 垂直的 再来的话呢 再点什么隔线里面的那个 水平的次要 其实就这个就好了 那那个垂直的次要不要 因为这样感觉好像现化太多了 所以 我们主要就是再增加什么隔线里面的 这个次要部分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最后还剩一个 什么呢 填颜色 后面的话 把它改成像那个 黎明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做 这边的话呢 不过我 我那个画的画面是Excel的2010的好像2006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 有一些部分好像一样 图表 我的习惯是按右键 按右键 那里面的话会有出现有一个叫做 绘图区 那个绘图区的格式 绘图区的格式 图表区格式 以前叫 绘图区 所以你每一个地方按右键 其实他都会有 跳出 那其中的话呢 有一个是 那个什么 他这个设定 按右键 我把它看一下 应该是图表区格式 那其中的话呢 我把它改成什么 图表区格式改成 漸层填满 这个是有没有发现 漸层填满 那填满的效果部分的话 不过他好像已经变 图表区 那应该是 把它 恢复一下 Ctrl Z 我把它复原 应该是这个 这个区 不然这个区按右键 应该是绘图区 对 所以我刚刚不是点外面 记得是点里面这个 我只希望 针对这个是绘图区 外面这个还是白色 所以记得点一下这里面 按右键 又跑掉 这个比较不好点 先点外面 再点里面这边一下 这个确定是 有没有 选到里面按右键的时候 会有绘图区格式 针对这个绘图区格式 给它一个建成 建成填满 不是 这个是框线 应该是这个填满部分 建成填满里面 它有预设的 这边有一个什么 黎明 不过好像黎明是 以前旧的 所以它这边已经不叫黎明 它叫其他名称 但是 基本上也蛮接近的 我只是 也许你可以改一个那个 建成之后 色彩部分的话 改成黄色 其实也会有一个 类似像接近的效果 我想你们就用这个就好了 那 最后的话 字太小的话 那如果像这个底下字太小 很简单按右键 有个字形 所以以后你要针对某个部分的字太小 把它放大的话 放12 按确定 有没有字放大 甚至颜色要变跟一样按右键字形 颜色的话把它改成红色好了 OK按确定 这些都变红了 这边也是要按右键 有没有你只要 这些要改的话按右键 比如说字把它改成 其他颜色的话 比如改成蓝色的 确定 这边也会改 OK 其他部分都一样 按右键 如果你要字放大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按右键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通讯产品的那个 报表图 把它做出来 看看 它的颜色差 很不错 它是 现在 使用 因为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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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